商工具整理 捍卫消费权益 我是好房房总编 也是本节目的制作人杨清亮 大家好 我是廖志航 欢迎各位收看 买房卖房 真相大追击 张 有位戏者的林先生 他的房子已经住了十年 如今想要换屋 不过他当初买房子的时候 因为没有车位需求 就没有买车位 直到一年半前 才跟邻居买了车位 这样他现在把房子和车位 一起卖掉 房地合一税的税率该怎么算呢 我们可以把车位和房屋 分开计算 以现行的房地合一税2.0来看的话 林先生的房子 已经持有十年以上 所以他现在要卖掉 就是适用最低税率的15% 而且要注意的是 这个15%是林先生 卖房子赚到钱的15% 有赚才会被磕税 那帮我们举个例子计算呢 当然没有问题 假设十年前 林先生买这间房子是1000万 他现在卖房成交了1460万 而其他必要的费用 例如中介的佣金 税费 土地涨价总数额 合计是60万 那计算的公式就是 1460万减掉1000万 再减掉60万 等于400万 400万是林先生卖房赚到的钱 所以400万再去乘以税率15% 等于60万 这60万就是林先生卖房要缴交的 房地合一税 原来是这样 可是因为林先生的车位 是并到房屋权状内的 所以他要卖房子 势必要连同车位一起卖掉 那他的车位要怎么计算呢 卖掉也会被克房地合一税吗 宠宠没错哦 书说车位也是房地合一税 克税的范围 依规定要在完成 移转登记日的30天内 要主动申请缴纳房地合一税 曾经就有民众误认为 卖车位的所得是并入众所税 隔年5月再报即可 结果导致他被罚款了 哇那这实在太得不偿失了 那我们快点教教观众 车位又该怎么计算吧 好的 其实车位的课税计算方式 是一样的 因为林先生才持有一年半 所以适用的税率 会是最高的45% 是蛮重的 45%很高耶 这样林先生不就会因为 这个车位要缴很多税了吗 其实不见得 房地合一税2.0的用意 是希望减少投机客 利用短期买卖 赚取高额的价差 借此炒作房地产 这个45% 是克林先生卖车位所得的45% 只要林先生没有赚钱 或是赚得很少 这样就不会需要缴纳很多的税金 举个例子 假设林先生当初买车位花了150万 现在卖155万 这样的计算方式就是 155万减掉150万等于5万元 5万元再去乘以45%的税率 林先生因为卖车位要缴纳的税金 就会是2万2千5百元 我来帮忙统整一下 前面提到他要卖房子 要缴交的房地合一税 是60万 加上车位的2万2千5百元 那总共要缴纳的房地合一税 就是62万2千5百元 对吗 没错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不管出售房地有没有获利 都要在所有权移转登记次日的30天内申报 以免受罚 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挖掘市政政策 捍卫消费权益 若你买房卖房交易有纠纷 请让好方网新闻义律师团来帮你 没错 有买房卖房的交易纠纷 可以点选影片资讯栏的爆料专线连结 或是画面的QR Code连络我们 QR Code在这里 当然要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哦 伸张就是这里 捍卫消费权益 真相大追及 我们下次见